一个网媒记者被裁定阻差办公罪成 原判囚四个礼拜,换刑两年 但裁判官期后发现,控罪不能够判换刑 需要押后至下个月17日判刑 案发去年5月10日母亲节 旺角有示威活动 网媒余奔女记者何佳欣 采访期间被指在花园街公厨 抗拒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 裁判官判刑说 被告当日曾经推一个女警员 又曾经辱骂对方 令到公刺外被捕人士起控 在当时社会气氛下有一定的风险 裁定被告阻差办公罪名成立